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秒飞食屋 我是飞哥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小饭的菜 尖椒炒肉 首先我们准备两块钱的肉 大家选肉的时候最好是选用这种前腿肉 这种肉吃起来比较滑嫩 不用腌制的 切好直接炒直接吃 很好吃的 原汁原味 我们先把它清洗干净 把它水分挤干一点 不要水汪汪了 然后先把它分成小块 接着把它切成薄片 切好了先放到碗里备用 青椒去掉它的地 然后简单把它冲洗一下 接下来把它对半切开 切掉里面的纸 如果大家是有喜欢吃里面的辣椒纸的可以不去 接下来这里再对半切开 把它切成菱形片 切成菱形片 或者是直接这样切成三角片都是可以的 准备准备几片红辣椒 给它配一下颜色 切好了 我们先放到篮子里面去备用 准备一点姜 把它切片 蒜头也切片 切好放到锈碗里备用 好了 所有的食材呢 就准备完毕 先把锅烧热 不用放油 下油青椒 就这样干炒 把它炒成这个样子 起少许的虎皮 现在就可以先把它倒出来 锅里面下油一勺油润锅 要把油烧至冒烟 锅处够热 再把油倒出来 下油刚才切出来的肉 将蒜片也一同放进去 要把肉炒至干香 并且有点微微变焦 有点焦黄焦黄的感觉 这样的肉吃起来才好吃 好了 现在就可以下油青椒 翻炒均匀之后 从锅边淋入米酒 调味加一点盐 生抽 蚝油 再放点鸡精 大火把它炒出锅去 好了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香喷喷的辣椒炒肉 就做好了 简简单单加常菜 这种菜下饭下酒都是非常香的 爱吃辣的就留那个辣椒籽 或者是放点小米辣进去 像这种肉都不用去腌制的 它是非常嫩的 这样炒出来特别的干香 肉质非常的嫩 不用腌制 不要听别人放什么生粉 这那下去 反而是不好吃 好了 这道菜就做好了 大家要记住就是 一定要辣椒不用油炒 直接干煸它 这样炒出来的辣椒特别的香 还有这个肉 一定要把它炒至焦黄焦黄的 这样才够香 这种甜腿肉它很嫩的 不用腌制的 非常嫩 这种菜是特别下饭的 最好吃的就是家常菜 嗯 锅气十足 特别香 这个肉吃起来一点都不腌 很嫩的 我们这边吃猪肉 都喜欢带着皮吃 不用去皮 就这样 夹着辣椒吃特别爽 嗯 爽 爽 拜拜 好吃哦 好了 简简单单家常菜 希望大家能够帮忙 点个赞再走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